天下为公 这八二就非常了不起 在那个时候 2500年前 孔子就说这句话 在大道就是 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时候 每个人都非常好的时候 那个时间 天下 这个整个世界 为公都是大家的 不是一个家族的 也不是一个国家的 都是世界的人口 所有人的 所以你说什么 什么民主 孔子民不民主 你说人权 他这种说法 什么人权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我读了四十五经 还有大学 各物 这两个人 各物这次 什么叫各物这次 各物也就是说 把我们七情六义 把它进化 物就是我们的意念 把它割掉 所以我读了那些书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老祖宗 2500年前 已经讲了这么多的 非常有意义 非常真 非常对的道理出来 那么说到世界大同 是由孔子讲的 2500年 那么孔子也不是说 他自己创造 这一套东西出来 孔子在伦理说 他说呢 他恕而不作 恕就是他讲 他有三千个学生 他只是把中国人的文化 六千年的文化 就是孔子之间 有三千五百年 他把一代一代 创下来这些道德伦理 以及哲学 把它拿来组织起来 把它系统化 教他三千个学生 那么他说 我虽然这样做 我做的事情 不是我自己创造一套 什么宗教出来 没有的 我输而不作 他说 我没有创造 我输 我只能把一代一代 我们的圣贤 传下来 三千五百年前 传下来的 这一些这些道理 我把它讲给我的学生听 假如真正的 一个谦虚的人 只有孔子这样讲 是最谦虚的 那么他讲最后也是真的 因为历史这么长久 你看中国人的文化 他是有一代一代 床下来不停的 到了孔子的时候 他把它组织起来 讲给后代的人听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 这些四十五金 十三金 都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中国人 是一个非常地 世界性的公民 他不是说 我是中国人 我就爱我中国人 也不是说 我讲潮州话 我就要爱潮州人 没有这种事情 这种不是中国人 因为他里运跟你讲了 那么他里运平常讲了很多 以前的人呢 他们自己有钱 有利 他就把自己的钱 他的货物 他的东西 他们在年底 这个收获的时候呢 把它剩下来用不完的 那些米啊等等 都分发给其他的人 他怕什么 他怕自己有这些东西 把它浪费掉 所以他把一切 他拥有的东西 每一个人 都分给别人 那么年轻的人 有力量的人 他怕什么 他怕他的力量 不能够为别人做色情 浪费自己的力量 所以你要知道 读了这些书 我记得我真的 有些人不懂说 你讲中国话 你学中国 你是沙文主义 Sauvinist 我跟你肯定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最不Sauvinist 最不沙文主义 是一个最世界化的人 所以中国人 能够容纳全世界的文化 什么宗教都可以 佛祖是从印度 把这个佛法 传进中国 中国人也很乐意接受 因为第一 中国人就是那么好 什么都可以的 第二 佛祖教导 跟道德经 儒教思想 一切都几乎的差不多一样 所以都是教人好 教人做人 要修道 要修德 教人要为别人 不要为自己 因为天下之间 没有一个自私佛 更没有一位自私菩萨等等 都是为了大众 慈悲的心 所以我了解之后 那么我读了这个道德 我真的觉得 哇 我的心窜大开了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全世界的色胜六道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 动物也好 草木也好 都有生命的 我们能够的话 就不要乱杀它 所以文昌帝君 写了很多 教人做道德的事情 他说 你在路上看见一只蚂蚁 你不要踏使它 让它走 或者转弯 走过去 所以中国人 你看那种思想 连一只非常小的蚂蚁 它的生命 中国人我们老祖先 都教导我们 要珍惜它 我们在新加坡的厌恶太多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印尼 都不想到这些东西了 哎呀 为了这几 我要跟踪了 把它东西烧掉了 算了 误冤误冤了 别人死也无所谓 的确 因为他不受坏心 是没有想到别人 你乌烟 急了很多 风一吹 来到新加坡 来到马来西亚 来到文莱 那么别人就会受病了